摩根大通行政总裁 Jamie Dimon 两年半以来 首次前往亚洲 Dimon周一或豁免检疫抵达香港 开始进行为期32小时的访问 他更指香港的检疫措施 会令企业难以吸引和挽留人才 昨日 香港新增6宗新冠肺炎输入个案 当中5人感染变种病毒 而国泰航空一周内有3名货机机师 由德国返港后染疫 卫生防护中心昨日指出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三名机师 入住德国同一酒店 不排除该酒店出现群组爆发 故所有本月一日后 入住该酒店的机组人员和返港人士 也要送往检疫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和百良 建议机组人员抵港后 要到指定酒店检疫7天才能进入社区 据报 金融业正在向香港施压 要求其放松隔离规定 同时摒弃疫情清零政策 一项调查发现 近一半大型跨国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 考虑将员工货只能迁出香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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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